中午好 欢迎收看八度空间五件新闻 我是洪美玲 新来掌握新闻焦点 香港七一回归23周年 特首林郑月娥捍卫国安法立法 是维护主权的历史遗布 港版国安法四大罪行的定义和法则曝光 四大罪行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 雪州苏丹宣布 周内青春寺和祈祷室 将在这个星期五开始 恢复周五祈祷 今天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 第23周年 有别于往年 今年的七月一号 也是港版国安法正式生效的第一天 庄严的回归典礼笼罩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七一回归酒会致辞时表明 国安法是香港回归以来最重要的关系发展 为维护国家主权踏出历史一步 更是社会回归必要决定 今早的金子金广场林郑月娥和香港历任特首一起出席升旗仪式 整齐的步操队伍卖过一幅标明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 还香港稳定的巨型海报象征着东方蜘蛛进入一个维稳新时代 林郑月娥赞扬国安法是中国政府保护大多数守法市民的德政 强调立法绝对合乎情理 唯有如此才能够让香港走出乱局 以为香港社会早日回复稳定 作出必要和及时的决定 这个决定有多方面的重要性 它显示中央政府在香港自去年六月经历了一年 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暴乱之后 决心恢复香港的稳定 它显示了中央政府决心保护 绝大多数奉公守法的香港市民 免受极小部分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所害 想起历史一年的纷乱 他在致辞时还一度哽咽 控诉这是他最艰难的一年 不但个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攻击 更让他对香港前景忧心忡忡 尽管香港警方已经宣布 在防范疫情和避免影响治安之下 禁止历年兜风雨无阻举办的民间七一大游行 然而社会民主连线一众成员 依然无惧走上街头表达诉求 社会民主连线副主席梁国雄 还有吴文远和黄浩明等人 收持结束一党专政的横幅 还高喊口号 试图游行到升旗里所在的金子金广场附近 向特首表达抗议 不过却被严阵以待的警员拦下搜查 有愤怒的示威者 表明无法接受香港一夜之间 从一国两制沦为一党专政 如今人人自危 梁国雄也强调将会抗议到底 在国安法生效之后 不少民主派党团人物 包括香港众志的黄之锋和周庭等人 昨天都先后宣布退出组织 避免全体遭受打压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昨天中午通过港版国安法之后 港府在深夜十一点开线 宣布港版国安法在七月一号 零时零分起在港实施 标志着一个新局面的开始 这部法律一共六章六十六条 是一部兼具实体法 程序法和组织法内容的综合性法律 而一直没有公开 港人最关心的四大罪行 也就是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参与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定义和刑罚 也终于曝光 最轻刑罚从三年监禁起跳 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制定的 这部法律共六章 又十六条是一部兼具实体法 程序法和组织法内容的综合性法律 法律明确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 分裂国家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 恐怖活动罪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四类罪行和处罚 最高刑罚多事 终身监禁 根据第三章的罪行和处罚第一节 分裂国家罪 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 旨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行为之一的 不论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 都属于犯罪 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 储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第二节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 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使用非法手段 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之一的都属于犯罪 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 最高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至于第三节的恐怖活动罪 任何胁迫中央人民政府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者国际组织或者威吓公众 以图实现政治主张就是犯罪 如果治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用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将被处以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第四节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将被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各级法院指定法官负责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条文列明 审讯应当公开进行 但是因为涉及国家机密 公共秩序等情况 则不宜公开审理 也禁止新闻界和公众旁听 但是判决结果应当一律公开宣布 条文也规定 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规定和国安法不一致 则要适用国安法规定 此外法律第49条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提到 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他们的职责是分析研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 就维护国家安全重大战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监督指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收集分析国家安全情报信息依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就在港版国安法今天正式生效之后 香港警方随即宣布任何人只要触犯国安法之下的四大重罪 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还有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 警方将会果断执法香港警方先早声明对于各种危害国安的行为 必定会采取拘捕和相关执法行动保障市民的权利和自由 国安法所指的涉及分裂和颠覆罪行涵盖的范围广泛 根据消息相信在日后各种公众活动中如果展示具有香港独立意思的宣传品 例如说 挥舞旗帜以及横幅或呼喊这类口号都会触法 据了解 目前香港警方会在集会游行等现场 包括今天的七一游行 设置新的大型警告横额 提醒抗议民众的行为可能违反国安法 警方也会现场录影搜证并口头警告 必要时也会采取逮捕行动 但是展开逮捕之前未必会事先警告 此外 警方也会成立新的维护国安执法部门 并且有权利招聘香港以外的专门人员 协助搜集情报和调查工作 港版国安法全票通过之后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7国赶在刊宪法之前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中国三思重新考虑撤回这一项严重威胁香港自由和法治的法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国安法破坏了香港民主法治 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 并将会和港人站在同一阵线 更警告 美国将会祭出新一轮的反制措施 中国政府不顾排山倒海的反对声浪坚持落实港版国安法 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 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 澳洲 加拿大 日本 瑞士在内的27国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指法案威胁香港自由 呼吁北京再三考虑是否真的要落实这项争议性法案 27国领袖一致认为法案破坏一国两制原则 北京政府应该倾听港民各机构及法律界的意见 以免侵害香港人的自由和权利 美国方面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形容 港版国安法是一项恶法 将威吓压制和平 他认为可以考虑透过签证限制和经济制裁等等方式来反击中国 美国白宫同样谴责北京此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漠视一国两制原则 美国将继续采取严厉行动 对抗扼杀香港自由和法治的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 形容香港正经历悲伤的一天 更警告美国会有新一轮的反制措施 他强调美国会和香港人站在同一阵线 反对北京对言论 新闻和集会自由的攻击 就在各国强烈反对港版国安法之际 古巴反其道而行 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 代表53个国家发表共同声明 支持中国在港落实国安法 古巴认为各国都有权通过立法维护国家安全 而香港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 外界不应干涉 因此古巴欢迎中国推行国安法 为重申坚持一国两制方针 把焦点转到国内 随着我国的新冠疫情逐渐趋缓 近期每天的确诊病例都维持在单位数之后 水州苏丹沙拉福丁殿下 透过基要秘书发文告宣布 这个星期五开始恢复周五祈祷 根据文告 水州苏丹允允许州内的所有清真寺和祈祷室 在这个星期五重新开放 进行周五祈祷 沙拉福丁殿下是在听取雪州卫生局总监 雪州伊斯兰理事会和雪州宗教局 定期向他汇报关于我国疫情之后 做出的这一项决定 但是所有清真寺和祈祷室 必须根据州政府设下的标准作业程式 让穆斯林进行周五祈祷 而祈祷人数方面将会干照清真寺的大小来决定 另外水州苏丹也有提到 哈支节庆祝活动只允许在清真寺进行 7月1号是幼儿园获准重开的日子 本台记者今天走访首都一家幼儿园 观察到复课的情况相当稳定 孩子都能够井然有序地 遵守原方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式 而且出席率也达到了六成以上 毕竟在家也是没学到什么东西 就看下来学校下可以不可以 就是当然自己父母在家也要做够足够的帮他们 给他给小孩就是知道一下应该要保持怎么样 开学之前都已经跟他说了 你一定不可以跟朋友啊抱抱啊玩啊这样子之类的东西 所以其实五六岁小朋友比我们想象中还来的可以适应 就是说他比较清楚知道说你想要他做怎样的配合 就是说可能要保持剧烈 他看到线条他会自己站在线后面 然后你告诉他站在格子里面 他就会站在格子里面 其实这一块在五六岁小朋友来说 他们会比较了解要怎么样去跟我们做配合 我觉得是比较OK的 幼儿园园长崔佩青透露 配合新常态下的复工复课 幼儿园调整了课程规划 短期内将会暂停一切户外活动 是让小朋友适应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新常规后 再分阶段放宽户外活动的限制 由于部分家长选择观望 暂时不让孩子回校上课 原方决定网络教学课程照跑 维系师生之间的互动 跟进教学进度 美国疫情反弹 被质疑抗疫不利的特朗普归咎于中国 强调自己越来越生气对方 欢迎回来 新冠病毒真正的源头众说纷纭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早就认定 病毒是来自中国武汉实验室 而且多次借题发挥向中国左右开工 近来偏偏遭自家卫生官员 质疑抗疫不利的特朗普 再一次将疫情归咎并怯于对头 指自己越来越生气中国 特朗普星期二在推特发文写道 当他看到大流行病丑陋的面貌 在全球散播开来 而且对美国造成巨大的破坏 他对中国就越来越愤怒 美国重启经济后 多周都遭到疫情反扑 白宫特工对传染病专家福奇 曾多次表示担忧 在特朗普星期二发推文的同一天 福奇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 直指美国疫情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在这之前福奇也警告 美国正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无疑是一再打脸特朗普政府的抗疫措施 约翰斯或普金斯大学 实时统计数据显示 过去24小时美国有1199宗死亡病例 超过42000宗新增确诊病例 全美这间已经有127,322人死于新冠肺炎 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 新冠疫情可能会在未来几年 持续对亚洲经济复苏产生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门主任李昌庸表示 亚洲经济增长预计将会收缩1.6% 相比4月的零增长预测 目前的预测已经下调 亚洲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表现 相比4月经济世界展望的预测来得好 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一些国家的疫情 较早的稳定下来 然而该地区多数国家的2020年增长预测 已经下调原因是全球经济形势更为疲弱 而且一些新兴经济体的防控措施 将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李昌庸表示 在不出现第二波疫情 以及实施空前政策 刺激的情况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亚洲经济增长在2021年 可能反弹到6.6% 但即便如此 疫情造成的损失很可能会持续 我们下期见 美国亚特兰大市白人警察罗尔夫 涉嫌枪杀一名黑人布鲁克斯 而被控重罪谋杀等11项罪名 星期二获得法院批准 以50万美元保释外出 折合大约200万令吉 通过线上连线出席听证会的 布鲁克斯遗孀米勒声泪俱下 强调政府命不该决 苦求法院关押罗尔夫 因为被告的行为对社区构成危险 亚特兰大法官 巴维克在裁决时强调 这起枪杀案仍处于 非常早期的审理阶段 在美国任何人在依法 被证明有罪之前都假定为无罪 法官也表示 50万美元保释金不算太高 但是罗尔夫保释外出后 不能持有枪支 并下令被告必须佩戴脚踝肩腹鱼 伊朗首都德黑兰北部一家医疗诊所 星期二晚上因为气体泄漏发生爆炸 至今已经造成19人死亡 死者包括15名女子和4名男子 另外有20人获救 其中6人受伤 事发医疗诊所星期二晚上 突然传出剧烈的爆炸声 随即冒出滚滚浓烟和熊熊烈火 接获投报的消防车和救护车 赶到现场灭火 抢救伤员 德黑兰紧急事务部门官员指出 可能是医疗诊所内的氧气管 发生气体泄漏 从而引发爆炸 由于医疗诊所内还存放着不少的氧气管 因此不排除还会有二度爆炸的可能性 目前事故现场还在清理当中 所有伤者事后已经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捷克人携带一家大小 在标志性大小群职共进晚餐 庆祝国家解除封锁 废弃塑料垃圾不但会污染环境 还可能会危害一条小生命 美国威斯康辛州一对夫妻 上个星期乘船到湖边看日落时 就发现了湖内有一头可怜的小熊 整个头被塑料瓶套住了 小熊在水里游来游去 尝试挣脱塑料瓶 但就是无法脱身 于是夫妻俩把船慢慢开过去 靠近小熊尝试捉着它 再解开紧紧套在它头上的塑料瓶 经过好几次的尝试之后 夫妻俩终于成功把塑料瓶给扯开 重获自由的小熊 大大的吸了一口气 就迅速的游开了 在全球多国放宽或是解除封锁之际 捷克的封锁措施也迎来了结束 这对捷克人来说是值得庆祝的日子 大批民众星期二聚在首都布拉格 历史悠久的查理大桥 在一张五百米的长桌上 共近晚餐 举杯敬酒 庆祝疫情危机的终结 大批民众星期二聚集团 大批民众星期二聚集团 不少捷克人从社交媒体等管道得知活动的消息后 就来到了查理大桥并围绕在五百米长的长桌 享受彼此带来的美食 沉浸在音乐饗宴 欣赏河畔的日落美景 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 除了大人之外 现场也有小孩出席晚宴 大多数人也都没有戴上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感谢观看 音乐无据病毒 大师不分场合 美国一组爵士乐团在过去好几天 将练习室转移到了布鲁克林公园 一首首悠扬乐曲吸引了人潮 让合奏练习成了现场演奏 新闻的最后 我们一起去凑凑热闹 我是洪美玲 感谢收看五件新闻 再会 再会 谢谢大家